小红 小红 好 谢谢医生 申贺 你怎么又来了 你要有心理准备了 怎么了 老爸来了 他怎么来了 别问这么多了 晚上一起吃饭吧 嫂子真是贤惠啊 快不得师兄不理你呢 这感情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怎么了 我在看你这张嘴 嘴唇外翻肌肉有张力 不适合八字缝法 适合荷包式缝法 在组织表皮 环绕缝合一周 将结扎处包埋 使伤口更快地愈合 行了 我一会儿就去帮你缝合 保证你以后只字不提 他哟Qué 为了 唯 于熙 你怎么来了 好 来 小蕊 今天感觉怎么样了 挺好的 那就行 唐医生 唐医生来了 唐医生 干什么呢 她在查头等个原因 查到了吧 要小唐姐姐帮忙吗 查到头痛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感冒发烧引起的 这个可以排除 因为出现头痛症状的时候 我并没有感冒 这个最有可能 紧张性头痛 紧张性头痛 发作的时候又引用很多 比如说工作 学习都特别焦躁 小蕊 平时压力大吗 很大 你看 我又要看这些书 哈佛艺行员可不是好考的 我还要弹钢琴 照顾奶奶 照顾奶奶 为什么呀 我记性不好 常常丢三忘四的 多亏小蕊了 那这样的话 小蕊要学会自己放松自己 知道吗 是 她都说了好多遍了 说要去那个新盖的游乐场玩 我都没时间带她去 小蕊 等你出院 咱们一定去逛逛 我不去 我要等爸爸妈妈回来了 咱们全家一起去 爸爸答应我买一个大帐篷 我们可以去野餐 野餐呢 我烤肉特别厉害 带上我呗 看情况吧 这孩子 这话也这么不客气 我开玩笑的 小蕊姐姐 我的CT片子什么时候能出来呀 正常的话明天早上 就想看看呀 我马上就有一张属于我自己的CT了 你的事情跟她说了吗 还没来得及 如果我不来的话 你是不准备告诉她了 也不是 她最近太忙了 什么事 你姐要结婚了 你要结婚了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 你没有早一点告诉我 就是因为你 你姐的婚事才一拖再拖 因为我 因为我 她已经申请移民了 你好话的移什么名啊 结婚以后跟婆家去澳大利亚 合情合理 对不起啊 爸 您有没有想过外聘一位职业经理 没想过我有儿子 我也没有想过要放弃当医生 你说什么 爸 算我求您了 您可不可以不要再逼我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你走吧 盛贺 别这么没规矩 回来 老爸 我想您这么多年 也想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先听一听 盛贺 爸 爸 您还记得 当年申结生的那场大病吗 医生已经 判了申结的死刑 让家属回家做好准备 您跟妈妈当时那么伤心 那么缺望 还好后来孙教授出现了 奇迹发生了 申结又活了过来 当时我们一家人对孙教授 对他多么感谢啊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我相信您也不会忘记 您的意思 最初 当医生的理想是因为申结 因为申结势而复得 让我对医生这个职业 充满了向往 后来我当上了医生 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无奈 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自己的信念 坚定了自己要去和那些看不见的敌人去抗争 每当 我看到幻儿的性命得以延续 我能送他们健健康康地离开 那种幸福的感觉 就跟重新获得申结是一样的 没有办法用语言之性的 调整个人 能不能让你 不过 以后 我们去把他们的照片 我们去把她看不见的 我们去找一切 我们去找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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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知道醫學院的教授 是怎麼定義醫生這個職業的 咱們每個人 最終的歸宿都是火葬場 所有人都在排隊 而醫生這個職業的工作 就是防止有人插隊 在這個世界上 每一天 都有很多人的生命 是因為醫生才得以延續 一張小小的手術台 有可能是很多家庭 他們最後的希望 如果你能想到這一點 也許你就能理解 醫生是沒有辦法被替代的 盛賀 行了 任節我累了 送我回去 爸 兒子 我希望您能P 我希望您能成全我 你承認我 前复 朋友 hiçbir意 妳很值得 中文字幕——YK